十二页 暮风观后感 自我的世界 跟电影中的他们结合比对 要是这电影拍摄时间是现在 那么他们在电影中的角色设定 应该会更贴近现金自己的人设 对我们来说 看他们演的电影或八卦新闻 应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有你心中的认定 会去区分他们的真实或虚假 身为观察者的你 又何须辨别真伪呢 剧中讲述了男女交往的心态 与衍生结局 虽然没有夸张的高潮迭起 却在平淡的演绎中 真实展现出各自的心情 想法 与情感堆积催化下 展开的行动和反馈 我们看到了平凡的自己 所无法完整言喻的复杂情感交错 也参与了可能无法参与的故事 与未知结局 女主在电影中看似被不公平的对待 但是一直到最后 你会发现 她才是主导及显化一切可能性的人 所有的剧情铺陈都由她的心念而起 男主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 但是对于女主来说 完全无法理解与沟通 她依然照着自己的认知在行动 当她自己发现 事情的过程与她所想可能迥异时 曾经的巧妙安排 竟变成了美丽的误会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 有效的调整 可以防止不平与如果的产生 但是 谁又能说 误会不是精心的安排呢 人生就像剧中的情节 我们一直活在我们所事的认知中 同时朝着我们的所知 搭建局限的框架 却勿将这行动 当成热忱紧紧跟随 一股脑地朝着自己的理所当然前进着 唯有你真正醒悟时 才会发现自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写观后感的同时 得知李文的死讯 正好配合这个观后感 我来说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 这是她的自杀经历 据她口述 当时她不知道是在何种状态 也不知道自己是活还是死 身处在梦一般 却又真实无比的场景 在此之前 她正在跟女友诉说 自己的思念之情 但是女友身处异地 且正在忙活 她的举动令女友厌烦 终于引起了女友的不满 脱口说出许多伤害性的话语 朋友听完后 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只好失落地挂上电话 默默地流下眼泪 以下都用第一人称 我是有抑郁与恐慌症病史的 在女友的一针咒骂后 感受到不被需要的感觉 我不明白如此的深爱 为何换来这么强烈的打击 我只是表达了无尽的思念 却得到无情的割裂 我继续流着泪 并且开始写遗书 这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打击了 我一直不懂 怎么它就是无法理解我的心 当我写完这封遗书后 就直接存在电脑里 我准备坐电梯到顶楼 结束自己的生命 走在家门口时 一阵恍惚 这时候就突然在顶楼了 这天台是二十层楼 我站在栏杆旁 吹着风 心想 要带着手机 实况录播 还是放下手机 悄然离开 这时我下意识 把手机直接播通视频 然后跟女友道别 接着把手机从顶楼扔下 女友当场震惊无语 然后大哭 之后她颤抖的播通视频 我苦笑地说 只是扔下了手机 女友听闻后破口大骂 气得挂上电话 听到这儿 我开始纳闷 她怎么到顶楼的 怎么知道她当时的状态 然后她继续说着 再次被臭骂 这次我决定直接跳下去 这时我又出现在 顶楼的栏杆边 这次我播通视频 跟她说了再见 然后将手机放在地上 之后纵身一跃而下 当时心里想着 她不知道会如何 接着我就出现在 远方的她身边 看着她一脸惊恶无语 然后坐到地上 拼命地叫着我 然后一整个人呆滞 最后失声痛哭 我在旁边看着 心里很难受 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 瞬间我又回到楼顶 这次我依然站在 一样的地方 做着一样的动作 只是这次 我将手机带着跳下去 在还没落地前 我就到了她身边 她看着我落地后的惨状 整个人呆滞了 然后尖叫痛哭 我以为这样她就消气了 反正她也不在乎我 没想到她的反应 让我伤心 然后我又再次地 回到顶楼 这次我决定 不播视频 用语音 然后到别完 就挂电话 我依然在落地之前 就离开自己的肉体 直接到她身边 看着她一脸疑惑 又回播电话给我 但是我一直没接 她就没管我 继续工作 没多久 家人告诉她我的事情 应该是过了一天 但是仿佛没有时间的过程 一下就第二天了 她的反应 跟前几次一样 只是这次 进入了西斯底里的状态 整个人崩溃 满脸的泪痕 鼻涕 眼泪 口水 都没法控制 完全地疯了 最后坐倒在墙边 眼神空洞 我实在不喜欢 她这么难过 我并没有要她伤心的 她不是不需要我了吗 瞬间我又回去了 这是第五次了 我这次不做任何通知 直接一跃而下 也如之前一般 在她身旁 这次是陪伴她工作 吃饭 睡觉 当我觉得这样蛮好 且安心时 她接到家里的来电之后 完全无法接受事实 她以为我成熟了 正想告诉我这样很好 没想到居然是我的死讯 我看到她完全地疯狂 大声地嘶吼 呐喊 内疚 对自己垂胸顿足 把所有的东西都摔落一地 彻底地伤心欲绝 看到这儿 我非常地难过 顿时知道 死不能解决问题 尤其我是如此深爱她 我不想让她因为我伤心 突然间 我又回到家门口 站在门前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回到电脑前 看看时间 只过去不到五分钟 我却经历了五次自杀体验 这时我相信了 自杀的人会一直循环 在自己的情节里 而我也确信了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希望她开心与快乐 当时在旁边 还有一个人 一路带领着我看着 听到这里 我明白了她经历了什么 就像戏语资料里写的一样 你不会真正地死亡 在你的不甘与如果下 你的生命体验会不断地重启 过程中 你会知道所有人的心思想法 直到你想通为止 然后继续体验 通常人们都不会记得这些过程 这种另类的宾思体验 我也是第一次听过 人格片段会经过不断地重复体验 修正做法 然后找到卡顿的关键点 或许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 你经历了许多的平行线 也创造了不同的平行石像 那些我也真正地经历了死亡 但是这都是为了找到最优解 所必经的道路 当然这个故事里面 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在此建议大伙还是先好好研读 细语资料 这样各位才可以在看完这个故事后 心神意会 并理解更多细语老师说的 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是什么意思 这位朋友似乎也真正地体验到 什么是无条件的爱 什么是真正的付出 不要回报等 我事后还笑他没有白死那么多次 结合上述的故事 回到电影与李文的离世 我们可以知道 自己的内心才是世界的真相 唯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才能真正地走出自己扭曲的认知 别人的任何能量输出 都不会影响自己 只有自己的自以为是 会左右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 在别的平行线上 李文还好好地活着 一定有些李文的老公不是花王 有些李文是身体健康的 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仍然在继续上演着 而你自己这条线 也一样充满各种可能的编排 充满着各种未知或已知的可能性 沐风2023年7月